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沈双双顾子 你们两个可真是够没良心的 就这么把我 你们两个怎么了 原家陆宅 伤心欲绝 什么能夹来这么个神经病啊 伤心欲绝 我 天神 古罗马雕塑一般的男人 如此别致地表白 得到的居然是被拉黑 真不愧是我看上的女人 好 不要丧姐妹们 我有一个重要发现 我发现秦昊这个家伙 又重新掉入我的美人陷阱 捏在我的手掌之中 天道好轮回 虽然我们团战输了 但我还可以搜罗 好 好 如何控制自己 对一个人莫名心动 不请自来 珍惜眼前人吧 是恋爱的酸臭味 谢遥解决办法点开链接就知道 怎么又让她混进来了 我早晚要去投诉乌业 我早晚要去投诉乌业 嗨 你来干吗 我们都结婚了 我还不能来吗 你到底要干吗 什么要来干吗 咱们慢慢聊 秦昊 秦昊 你把合同还给人家吧 好不好 不好 人家因为合同的事情 吃不好睡不着的 你忍心看人家这么痛苦吗 其实吧 我好像还给他也不是不行 秦昊 你是不是疯了 来 乖乖交出合同 又怎么了 不行 不可以 不可以 秦昊哥哥 你健身的样子真的好帅呀 但会不会太累了呢 要不要你的亲亲好老婆 给你倒杯水喝呢 不喝水吗 那要不要歇一会儿呢 不休息的话 我可是会心疼的 那让你的亲亲好老婆 给你擦擦汗 你怎么出了这么多汗呢 秦昊 昊昊 小昊 你就放弃抵抗吧 你是拒绝不了我的 乖乖把合同 拿出来 嗯 既然拒绝不了 那不拒绝怎么样 那不拒绝怎么样 什么意思 字面意思 身为我老婆的你 既然这么着急 不如和我回房间 好好接近接近 你是不是老婆 我就是老婆 我叫老婆 你是不是老婆 你把人家带来 我现在叫老婆 你老婆 你什么老婆 你老婆 我只要一样 你老婆 我不是老婆 你老婆 老婆 只要自己一出手 那秦浩就肯定会像 喝了迷魂汤一样 乖乖地把合同交出来 我看这迷魂汤 劲儿挺大呀 瞅着笑脸红的 你自己冠给自己了吧 你胡说什么呢 这是因为外面我跑的 太热了 天太热 我看看 大降温 你什么都不懂 我今天这是铺垫 等下次肯定是 收到起来 老季 我在想啊 成川回国以后啊 都没来个咱们家吃过饭 要不我把他叫过来 还有 把敬意一起叫来 你说好不好 女婚又跟你说什么了 女婚又跟你说什么了 哪儿的话 她什么都没说 我就是觉得 上次你跟老梁 闹得有点不愉快 不如趁这个机会 恢复恢复关系 你不是一直都想 跟梁家走得近一点吗 好吧 这是你来办吧 好 妈 你傻呀 你怎么把贼要 往家里找呢 你是不是傻呀 我问你 还想不想去梁静怡了 你想想 季晨川她刚刚结婚 这小两口正热乎着呢 到时候 我叫她把宋姚也一起带来 这小两口啊 肯定是恩恩爱天天秘秘的 梁静怡见了 她心里早晚得对她放下 到时候 你不就有机会了吗 喂 好 陈晓晴晚上约我回家吃饭 还让我带上宋姚 需要我帮你回去吗 学长 不用了 这种事情不可能一直躲着 况且她还说约了梁静怡 我正好趁这次机会 断了她的念想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一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四 没事 断什么链 谁 我 不是 你干吗呀 我这好不容易想运动一下 我健健身 你有病啊你 你有病啊 不是 我发现你最近真是 怎么了 我最近对 你 你怎么来了 干吗呢 干吗呢 也不敲门 什么国配什么感 大神经病 你要干什么 我可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想什么呢 把这个换上 晚上后去季家吃晚饭 那不是陷入豪门了 我可不去 要是出点什么乱子 我可担不起 我不去 我不介意亲手帮你换上 不用 不劳烦您了 我自己换 请 要去吃饭也不早说 季家没一个事在人 还是得想想什么办法 别跟他们对上眼神 墨镜 见人家家长戴墨镜 也太装了吧 防晒还冒 这都天黑了 没有紫白线 带什么防晒 算了 人家老人家年龄大了 你要是把人家吓着 还得讹着你呢 太讨厌带废 真会给我找马 好 烦死了都怪秦昊 三二三四五六七八 四二三四五六七八 好了吗 你怎么哭了 就这么不想吼去 干吗 用手指戳眼睛 你试试 一会儿到了季家 你安分点 好 我一定安安分分 今天就这样了 拉伸一下 拉伸一下 季先生 菜都齐了 好 好 今天假夜 难得大家在一起吃顿饭 来 大家请 静怡 吃这个点可好吃 来 嗯 好 老公 来 吃个蘑菇吧 秦昊你想不到吧 虽然我和壮壮没认识几天 但我可知道 她从来不吃蘑菇 今天就要你当着季家人的面 让你露马脚 看你还敢跟我嚣张 老婆 你忘了 我从来不吃香菇的 不对啊 你嘴脏了 帮你擦擦 功课做得挺足啊 谢谢老公 嗯 小安 谢谢你哥哥 以后啊 对老婆好一点 静怡 我刚剥的虾 给你 陈董 晚上好 好 姐夫 姐 我航班晚点呢 坐那儿 快坐 嗯 景辉 嗯 你处在这几天 发生不少大事儿 宋小姐和程川 已经结婚了 宋小姐行事 果然不同凡乡 这也算是飞上枝头 变凤凰啊 要说飞上枝头变凤凰 要说飞上枝头变凤凰 陈阿姨更有发言权 来 陈川 你跟我来一下 来 吃饭 乖 好 各住各等 这也叫结婚啊 你不是在搪塞我吧 董事长 我和瑶瑶多年后再重逢 方方面面都需要时间 程川 既然结了婚 就赶紧跟我住在一起 我可不想让别人干笑啊 我和瑶瑶的私事 就不劳董事长废心了 好 你拒绝梁家的助力 就别怪我没给你破路 要想再成天立足 就得看你自己的本事了 没有别的事的话 我先走了 这房子怎么建的跟迷宫似的 宋小姐 不简单啊 现在应该说是外生媳妇 我们的合作 仍然继续 你呢 继续待在她的身边 随时向我汇报她的动向 以防止她 再做出对于我们集团不利的事情 好 宋小姐 你想方设法地想进入季家 图谋不小啊 承川哥哥能跟我结婚 还要感谢您牵线呢 您要是再找麻烦的话 就要看承川哥哥 更相信她后舅舅的挑拨离间 还是更相信她的老婆 亲亲耳边疯呢 钱我会退给你的 梁小姐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麻烦你让一下 装出这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给谁看呀 浪差 当然是给想看的人看 我劝你趁早离开继承川 门不当户不对的爱情 是没有结果的 早点分开对你们都好 行行行 我会考虑一下的 什么态度啊 你也不看看自己 能不能配得上她 对呀 我配不上她 你配得上她呀 你们简直就是 神仙眷侣金童玉女天生一段 对了 你能不能帮我劝劝她 赶紧把我甩了 然后好八抬大叫 娶你回家呀 不是 你在那阴阳怪气什么呢 我这个晚生啊哪儿都好 就是太单纯了 还年轻啊 让我甩了你 你就这么想和我离婚 谁让你在梁静怡面前胡说八道的 我没有胡说呀 我带你来不是让你来搞破坏的 我也没搞破坏 从今天起 你搬来我家和我住 什么 你没事吧 你疯了 我只让你变态男 也不让你这么变态啊 我可告诉你啊 我算了人穷治不穷 卖艺不卖身 死了这条心吧你 卖艺不卖身 昨天晚上是谁赖在我家不走 使劲往我身上贴的 那还不是因为你拿 算了 停车 停车 要是不停车的话 我就跳车了 哎 宋遥 上车 宋遥 上车 别闹了 给你十秒钟 赶快滚出我的视线 来 这么看 他们的关系 跟刚才吃饭时候的 亲亲我我 不太一样啊 来 喂 有个事你帮我办一下 阿弗洛迪特 挣钱 岂不可事 是 你是跟我来的 小盛总 您终于决定要回去上班了吗 那如果不是盛总交代过 哪儿也不能去 打扰了 那如果不是盛总 怎么办呢 你不可事 帮我去 我去 小盛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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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这样啊 这样我没法交代啊 小盛总 大牌子的蓝牙音响效果是逼真啊 小盛总 这就叫一分价值一分货货 小盛总 你这样我没法交叉 我真的没法交叉啊 什么破地儿 连车都打不到 刚才就应该把秦昊揣下车 我凭什么下车 跟我玩这套 不出三分钟 你肯定给我打电话求我回去接你 对 你对 你是死的 我爱你 你爱你 我爱你 听说我需要常常常强大 好巧啊 一次巧 两次巧 三番五次也算巧 那可能就是上天注定的缘分 你不认识我了 我 绝世美颜 绝世美颜 盛丝林啊 看这种天神般的率领 都已经迷得他说不出话来了 五分钟 不 八分钟 他肯定给我打电话 都明白 微信好友里有一个如此安美的我 哪会让你觉得有点自卑 但其实你不用这样 毕竟全世界只有一个我呀 我就破例 让你成为我的好朋友 说人话 你赶紧把我从你微信和名单里放出来吧 你也不用不好意思 毕竟我是一个男人 先说了你也 不是 别跟着我 好的 多听你的 慢走啊 你怎么这么久才接我电话 谁啊 盛丝林 送到电话怎么会在你那儿 你们在哪儿 我们俩在公交车站牌呢 好 很好 不上我的车 却把手机落在别的哪儿呢 你啊 是你啊 宋小呢 送回家了 手机落我这儿 你别着急啊 你先给这个电话打个电话 要不我怎么知道你们俩认识的 万一你是探图这个手机来冒领的 原来这神经病说的是你啊 离他远一点 我不 我就不 我偏不 我还要离他近一点 更近一点 更近一点 超级近 神经病 别人 哎呀 有堂疚呢 我都没想到 是嘛 是个天护 的 我对我们的 叫忧伙伙伙众 她秦九 我就 沈双双 你少多管闲事啊 说不定人家瑶瑶乐意得很的 不光乐意 还是乐意至极 顾子俊 你胡说什么呢 我们瑶瑶是那种人吗 她能看上秦昊那个死人头 我们谈谈 看到了吗 我说什么来着 如影随形 如骄似漆 难舍难分 闭嘴吧 你 本店一打一样 慢走不送 那手机不要了 给我 我 你 我们现在是合法夫妇 怎么 老婆想要更亲密地称呼吗 亲亲老公 怎么样 你也太不要脸了 赶紧给我改了 快点 你给我 你还给我 你还给我 你 这么着急投怀送跑啊 不如早点搬来和我住 你给我闭嘴 你 我叫你做点包天 我告诉你 我就算是出去流浪 也不会跟你这种变态 住在一起的 变态 瘦流氓 别跑啊 你别跑啊 你 你给我等着 迟早让你搬过来和我住 做梦 让我来猜猜 不认识啊 能把咱们浩浩搞成这样的 那一定是神奇的宋瑶女士 对不对 学长 我发现梁静怡在调查宋瑶 好像在怀疑你们婚姻的真假 需不需要我去 不用 梁静怡是沉不住气的 她很快就会行动 现在季洪凌已经开始怀疑我和宋瑶 我需要找个理由让宋瑶搬过来住 来借此打消他们的怀疑 所以 你想借梁静怡之手 对 小诈 画家 坐在最近夜空的屋顶 你说我们算不算逃兵 看了霓虹跳的微视纪 是月光还是你我分不清 一杯隐藏已久的关心 一杯七树我很不开心 装睡的城市摘下面去 终于我找到最真实的你 趁着醉意猜猜你属于那颗心 我会试试摘下再送给你 现在换你猜猜我来自那颗心 上辈子是否终究过银河心 Oh No 夜方让我们靠在一起 你说流星有没有秘密 月亮是不是假装清醒 就像我 就像你飘离不已 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 一件披星带月的外衣 睡着的城市偷走梦境 谁让我无穿容你的游戏 把这真心猜猜你属于那颗心 我会试试擦亮再送给你 你用真心猜猜我来自那颗心 上辈子一定正就过银河心 我会试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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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